世事纷纷扰扰,常在云里雾岭,何以波云渐日,咱有华言巧语 现在最最最热门的人物就是乌克兰总统Zelensky Zelensky不但是个政治人物,一等一的政治人物 还因为俄乌打仗变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现在人家是全球第一网红,火得不得了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征 他是现在世界上少有的那么几位演员出身的领袖级人物 现在的Zelensky在乌克兰是党政军一把抓 行政上他是总统 党的方面他是人民公普党的领袖 在武装方面,还是乌克兰最高统帅 还建设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你看,党政军一把抓 Zelensky这位人物还特别优秀 他是2019年当上的乌克兰总统 那么在这之前他是干什么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喜剧演员 他有一个班底 评论他那叫什么电视连续剧 人民公普 这个在乌克兰是火得不得了 家喻户晓 富如皆知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 人们还特别喜欢他 又喜欢他扮演的那个角色 通过他扮演那个角色 特别讨人喜欢 人们呢,也就借着他的角色 就喜欢上他了 他呢,1978年出生的 这个输马的 那么他出生了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他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父亲呢,是在乌克兰叫什么 基辅的一个大学里头 基辅的一个什么经济学院 担任这个教授 在基辅的这个经济学院 担任研究所的这个教授 而且他父亲呢,精通计算机 计算机的软件啊 都是,都很在行 他的母亲呢,是位工程师 你想啊,这个家庭环境多好 而且泽泽斯基他小的时候啊 他去过蒙古 他爸爸呀,去这个蒙古工作 就把他带上去了 带过去之后 他是在这个蒙古上的小学 这么说啊,你看啊 他的母女是俄罗斯语 在吴东啊 那么他呢,又会乌克兰语 应该是会蒙古语 他16岁的时候还考过了托夫 那英语也特别棒 所以现在咱们从电视上看到的 这些世界啊,精通多国语言啊 这个特别会说话啊 特别能说 这个人呢,本事一大哈 就觉得这个妙小了 有句话是要说什么来着 这个海阔平于月 天空任鸟飞 所以呢,他就得啊 这个这么大本事的人 他得找一个更大的舞台啊 才能够施展他 才能够施展他的这个远大的抱负 读书又读得那么好啊 这个托夫又考试还通过了 他呢,是本来想去这个 以色列去深造啊 但他爸爸说不行 你就留在乌克兰 行了啊,乌克兰挺好啊 你在这儿有比较大的发展 这么大的庙还成不下你啊 那所以呢,他就留在了乌克兰 在乌克兰发展 他也是在他爸爸任教的啊 那个大学啊,读书 他读什么,他读法学 他爸爸大概是啊 让他想以后成为一名律师 你看这律师多好 收入又高,名气又大 工作环境又好 将来是想在这方面培养他 但是泽丹斯基本人啊 太聪明了啊 他不喜欢他学的那个法律专业 他要到这个大风大浪里啊 去锻炼 有个词叫什么呢 叫弄潮啊 他要变成弄潮儿 学生时代啊 校园里他还想不住啊 特别会交际啊 这个善于交际他组织了一个喜剧班子 这喜剧班子他是领头的 又特别的活跃 他呢又当演员 又当这个导演 又当编剧啊 等于是他领头干起来的 如果这个 这个混到编剧这个层级啊 那脑子是 好使得不得了 就是能啊 特别善于编故事啊 把没有的能够编的 有的有鼻子有眼啊 让人呢不信都不行 所以用编的故事啊 去感动人啊 这是他的这个本事啊 特别擅长去这一点 印象这次 泽连斯基这个全球巡回演讲啊 到别的国家的国会里边去演讲 那声泪俱下啊 说到动情之术的话 能把那个翻译的眼泪给吹起来 完了大家呢 起力鼓掌啊 掌声是经久不息 2015年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喜剧班子啊 就创作了那么一档 这个连续剧啊 叫做人民公仆 这个人民公仆啊 这个人民公仆啊 上演之后是特别受欢迎啊 可以说是什么呢 就说出了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 这个底层人民群众的这个心声 他呢在剧中扮演一位中学历史教员 这个历史教员 就是一来二去啊 一言计会啊 误打误撞 他就当上了这个国家的总统 那么他在剧中扮演的那个总统啊 确实是代表了人民利益啊 又打贪腐啊 又这个拒绝寡头的这个这个利诱啊 真是为人民办事的那么一个啊 这个好人大好人 人民公仆这部剧啊 是大受欢迎啊 一季二季三季啊 拍了三季 那就是什么 一边编剧一边拍一边上演啊 完了搜集的广大的人民群众 这个这个新生啊 完了继续再编下去 而且呢 这个收视率还当时是最高啊 说从18岁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些人啊 收视率多少 26%啊 用一句话说叫什么 万人空相 就好像啊 中国当年播那个联系剧什么霍原甲了 像什么渴望啊 那个场面差不多 中国有句话叫做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这句话在泽连斯基没有出现之前啊 可能适合于别的人 他出来之后啊 就只适合于他了 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啊 这个乌克兰图独立了啊 乌克兰独立也是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期间的话呢 他的政权呢 一会儿亲俄啊 一会儿亲西方 那到了泽连斯基啊 这个时候的话 他是全面倒向西方 2018年的时候啊 人们还沉浸在就 人民公图这个电视联系剧的这个热情里边啊 那个时候呢 有乌克兰的总统大选呢 也开始预热了啊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啊 明白的表态 但是呢 有一个现象 就是2019年元旦前夜 2018年的最后一天嘛 当时的这个乌克兰总统啊 他要做一个新年献词 对吧 元旦了嘛 在播送那个新年献词之前 电视台啊 先播了他的一个声明 他先向这个乌克兰人民啊 这个祝 至于这个新年的祝福 完之后啊 他宣布啊 他要竞选乌克兰总统 当时的这个泽连斯基的话 借着他这个 因为演连续剧的 那个超高的人气啊 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民调的支持率啊 一下子他就篡升了 从第二名啊 一下子就篡升到了这个第一名了 啊 篡升得很快 这个2019年的这个选总统啊 这好像经过了 二轮投票啊 他是最后是高票当选总统 竞选的时候啊 他有几个政见主张啊 叫什么打贪腐了 拒绝寡头啊 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啊 这么怎么样啊 但是他当了总统之后 是不是啊 都落实了啊 都兑现了他这个承诺的话 那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他是确实对象 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呢 参与到这个这个政治中来 所以他把那个西班的 什么编剧啊 导演啊 灯光啊 道具之类的啊 啊 那些啊 剧组的这个人马呢 都安排在政府的这个重要的部会啊 里边当这个主要负责人 那一个演员从政啊 在乌克兰可能是第一次啊 但是在世界上呢 并不是第一次 你看美国总统里根啊 这就是曾经当过演员的 他是演员出身啊 这个还有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啊 施瓦辛格啊 他也是好莱坞这个演员出身 那表演的是是硬汉啊 特别善于表演 也特别会演讲 不过施瓦辛格那个口音呢 是带着点奥地利的那个德语口音 里根呢是没有问题 那个特朗普的话呢 算半个演员吧 特朗普他主持过这个娱乐节目啊 他作为一个制片人啊 制作人啊 这个导演啊 有时候他还出镜啊 他们的口才都很好 那施瓦辛格啊 他是没有资格啊 选美国总统 要单凭他能力上的话呢 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因为什么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他是在奥地利出生的 那同样的话 像那个 基辛格 基辛格也不是美国出生的 按照基辛格的那个能力啊 那个本事啊 竞选美国总统的话 手拿把钻 但是呢 他不符合条件 当演员啊 当然不容易啊 当总统也不容易 但是呢 我发现有那么一个特点啊 就是你先当演员啊 然后你有那个本事 你再去竞选总统啊 你占点便宜 为什么呢 你的这个 这个知名度高 你不用说是花很多钱啊 去打这个知名度 知名度已经很高了 完之后呢 你在这个电影里边啊 电视里边 要扮演这个正面形象的话 人们对你的这个这个印象啊 就是比较容易啊 产生一种 随着那种惯性啊 产生好感 这期节目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